接受快递是否有被感染的风险 夏日蚊虫叮咬会否传播新冠病毒 6月27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萍 在北京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对民众所关心的问题一一做出解答 王丽萍表示 一般来说 民众如果只是短时间接触快递 被感染的几率很低 还是根据目前我们对于整个新冠病毒的 这个传播途径的认知 它主要还是通过近距离的直接接触了 感染者的呼吸道飞沫而导致传播 或者是因为手部接触了感染者污染的物品 由这个沾染了病毒的手触摸我们的眼 鼻口而感染 当然在相对分泌的这种密闭的环境里面 常之间暴露于高浓度的气溶胶 也有可能存在这种气溶胶感染的这种传播的可能 那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呢 通过短时间的这样接触快递 被感染的几率很低 王立平说 公众在接收快递时 因尽量无接触时收获 还应该养成戴口罩 勤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 降低传播风险 在有新冠病毒传播的地区 接收快递呢 我们还是尽量采用这种智能的接收箱 这种来极大的减少人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接触 那此外呢 我们的整个的市民朋友啊 公众啊 也要养成这种良好的卫生习惯 来降低的整个被污染物传播的这种可能性 会上 在谈及下期到来 文银的增多是否会传播新冠病毒时 王立平说 文银不具备传播新冠病毒的生物学基础 此外呢 从我们目前的掌握的流行病原证据来看 全国目前全球目前没有发现因为文银等媒介生物导致人感染新冠病毒的报道 王立平提醒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文银会作为媒介传播新冠病毒 但它们仍可以导致多种感染性疾病 如瘧疾 登革热 食物中毒等 因此 民众在家和户外需做好防蚊充钉咬工作 并妥善保存食物 避免苍蝇钉耙 减少患肠道疾病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